加拿大一个女人在雪地倒车时 怀疑看不到站在驾驶盲点的狗仔 差点就将它滚过 不过在电光火石之际 另一只狗立刻飞扑担走狗仔 过程惊险万分 据了解事件发生在灰北克省东部城市加斯培 市主在当地分别养了两只智娃娃和一只边境牧羊犬 事件发生时其中一只智娃娃正在横过雪地 向另一边的边境牧羊犬玩 谁知道女主人突然退车 就发生片段中飞身破旧的一幕 幸好狗狗们没有受伤 女主人事后想起事件时就说 她退车时以为已碰到狗仔 随即下车看,发现没有大碍 之后回家看闭路电视才知道 原来是牧羊犬英勇化解意外 于是将片段上传到社交媒体 片段上传后获得大量网友点赞和风传 有网民留言就说 事件反映出华人文化中忠孝仁义的人爱精神 同时也有留言条罕说 女主人不要省了安装拍车镜头的钱 因为随时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奇哥提醒各位 冬天开车时 记得先敲下引擎盖 以提醒藏在引擎室内的动物离开 同时退车时也要多加留意路况 好好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 ultimate 最出 produc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